大家好,我是愛在灣區中文網台,我是台長沈哲漢 這幾天李嘉誠先生在香港的傳媒又再惹來一些爭議 這次他就說支持年輕人,說政府應該對他們妄開一面 那些人看來就是認為他應該是支持其中一個五大訴求 就是要特赦這些示威者 然後這個《人民日報》隨即就反擊了 就說李嘉誠你這些有錢人、大地產商 不如你又妄開一面,不要把房子炒到貴了 就有一些爭辯在那裡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立場 其實我原本聽到這個訴求 開始的時候台長的反應是十分之反對的 但是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又想一下 我現在盡量訓練自己 做人不要那麼衝動 所以有些什麼都回想 看看自己的結論又或者自己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理性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刑事罪案的司法制度 關於捉罪犯去坐牢 主要來說有四個主要目的 第一就是一個報復的心態 你那些罪犯做了一些壞的事殺人放火 那你就要捉一些人去懲罰他們 就有一個報復的原因 第二就是要作出一個阻嚇的作用 對其他人如果打算去犯罪的話 就要嚇嚇他們 第三個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危險的人 跟這個社會隔離開去 所以可以保障我們小市民的安全 而第四個原因 這個比較適合用青少年的罪犯多些 就是改造 要協助這些人重新去思考一下自己的過錯 然後改造他們的行為 我們每一個目的都花點時間去談談 第一個這個目的 其實我最不喜歡這個理據 即是說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態度 我覺得都是一些比較野蠻的思想 比較原始的思想 很簡單 如果有人來侵犯我 或者我的家人 對他們有傷害的話 我第一個自然的反應 當然是想傷害這個人 但是再想深一層 這是一些很壽性的思想 可以說是我們和動物的本能 是差不多的 但是作為一個社會 我們是否應該向人性的方向去埋盡呢 雖然是很困難 我知道 如果有人真的侵犯我的小朋友 或者我的太太 我絕對是很想傷害他 但是從人性的角度再想深一層 就是如果你可以原諒一個人 反而你才可以做得到更加高的收養 可以達到那個境界 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 第二個原因 要去懲罰這些罪犯 就是要阻嚇其他人 因為我們人是有理性分析的 我們是有判斷能力的 所以當一個人決定 究竟我好不好去犯罪呢 好不好去做一些違反法律的事情 他們不多不少都會在腦袋上秤一下 平衡一下後果又會怎樣 得益又怎樣 做一個cost and benefit 的分析 如果你是犯了罪 都沒有後果的話 自自然而變成其他的罪犯 都很想去犯罪 因為那個後果是 即是比起那個得益 是少很多的 但是這個理據 應用在現在香港的年輕示威者 又是否真的適合呢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些大多數都是比較年紀小些 又或者賺錢能力是不高的人 去參加這些運動 而且進行一些暴力的行為 所以這些人根本他們 那個判斷能力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有些問題了 又或者是未成熟 所以未去培養出這種判斷能力 所以如果其他人去學他們這樣 有樣學樣 他們的頭腦 都不是太過思考型 又或者他們的判斷能力 是有限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停去罰他們 是否真的有阻嚇的作用呢 因為對他們來說 可能他們根本不會作出那種判斷的分析 然後第三個目的 去懲罰一些人 就是把他們隔開 保障我們小市民的安全 你看到照片裡面 如果大家有看電影出戲 多恐怖 如果你看到這個人 當然想馬上捉住他 然後困住他 很可怕恐怖 又吃癮 無論如何 這個不是說電影的時間 我們應用這個理據 在香港的情況 大家想想這些人 是否真的對我們有危險 他們做出的事情 是相當之滋擾的 阻礙別人上班 一天到黑槽院 打爛一些東西 走去撩警察 是很黑人憎的事情 但同一時間 大家也要想想 到現在為止 有個警察斷了手指 有個女生被打盲了眼睛 除了三個月 沒有人受過嚴重的受傷 也沒有人被打死 其實可以說 這些示威者 都是比較克制的 中狠一點 中立一點 公平一點 這樣說 因為這些情緒高漲的情況 很容易出事 但到了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的受傷 都是比較個別性的 不是大型的受傷 所以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真的保障 有這樣的必要 把他們抓去坐牢 去保障社會安全 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的必要 這些人是不是真的 對我們其他小市民 帶來一些人身的安全 這一點 又可以思考一下 最後 關於這個改造 改造人 我認為這一個目的 是最好的 我們是嘗試 作為一個社會 是需要協助其他人 讓他們爬起來 這個是我們 應該邁向人性的方向 就不是說 你壞了 我就永遠都不給你機會 然後把他們隔離 我覺得這樣就沒什麼人情味 這樣的做法 好嗎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I don't speak for anybody 但是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經常都想 如果很多人認為 是一件很慘 現在香港的情況 真的很壞 我反而 我相反地去看 我反而覺得這是一個 慶祝 可能是 上天給香港一個機會 去整頓 維修一些 破壞了的東西 在香港來說 原來 這個意思就是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知道 原來你的身體是這麼弱的 你病一病你才知道 如果你不病的話 你又怎麼知道 你的身體開始走下坡呢 所以這個是很自然的反應 你的身體告訴你 我現在又病了 你可以去調整一下 自己的生活模式 又或者的飲食 又或者工作量 好過你突然之間一天發現 有末期癌症 這樣就沒得救了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更加壞了 我覺得現在香港是患了病 但這個病是可以恢復回來的 不是一個末期癌症 只是一個傷風感冒 所以 怎樣去挽救 去協助這班人 我們要向事實 要解決問題 不要再說一些虛無飄渺的口號 又或者政治理念 對我來說 跟火星去住 差不多 是沒有實質的幫助 完全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們現在說的是人 我們說為何去幫助這些人 他們憤怒 他們不開心 他們激動 他們想搞破壞 這些事情 是他們在通過這個階段 我們作為社會 如果可以幫得到他們 看看究竟 怎樣才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改造回人生 就是變回一個快樂 有建設性 去追求他們的夢想 但是用一個很踏實 很有建設性 而且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方法 我自己想到的 如果他們是這樣的做法 我的意見 就是坐牢就不要坐牢 坐牢就是浪費他們的時間 讓他們繼續浪費更多的青春 我就不要坐牢 要求他們 像100個小時 就要上課 就要學習 怎樣去理性分析 是吧 或者學習一些 是訓練他們的思考能力 的一些課程 就規定他們一定要上 上了之後 就可以有權 洗掉個案底 是吧 如果不上的話 你就繼續有個案底 是吧 但是意思就是 我們要鼓勵他們 去學習 鼓勵他們 去用腦 不要用雙手 用雙腳 什麼都會 在這裏打野 等等 重新讓他們學習 怎樣投入社會 對不對 這些才是我覺得 有建設性的做法 就好過抓他們去坐牢 那些納稅人又要餵他們 他們走出來又有案底 我覺得這樣就不是真的幫到他們了 OK 好了 這個是純粹小弟的意見 絕對 不代表任何人的立場 OK 今天講到這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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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